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都这样子嘛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不过蛮可惜的 我觉得应该继续营业下去比较好吧 我时常在这里也是常客的 我两个儿子都在这里结婚的 乾隆坊传出停业消息 不少掏客觉得超级可惜 但疫情影响太多 从1月29号春久的退定潮开始 2月到4月业绩不断下滑 现在只开放一楼主用餐区 其余的包厢区也因为来客量大减 预定席次少 占不开放 业绩至少掉了七成 开业了28年老招牌乾隆坊 在新店当地很有名气 不少政商名流都是座上宾 像是吕秀莲 宋楚瑜 艺人周华健 林兆雄和小亮哥 也都曾慕名而来 很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愿意 那以股东的状况考量来讲 他还是以目前歇业去做一个主要的考量 无限期停业究竟何时再开 业者还得观望 28年老店也宣告将停业 让老淘们都觉得好可惜 三星为周冠宇 蔡俊骑台北采访到 阿姨 感谢观看